由駕駛一次精神恍惚 开着大货车撞上宜兰头成大桥桥蹲 车头严重毁损 卡在桥蹲动弹不得 另外南投则是有驾驶突然爆冲 休旅车一头撞进超商 货架东倒西外 一辆休旅车在路口前右转 准备停车买东西 但下一秒却突然加速爆冲 整辆车冲进超商内 换个角度看 休旅车原本正常行驶停进空位后 却突然失控向前冲 就这样瞬间撞破玻璃门 连人带车闯进超商内 撞起来车车 玻璃和车车没三天 它就像开着 撞起当下造成玻璃门碎裂 商品掉落货架也被撞歪 事发在25号晚上5点多 南投足山镇及山路三段 47岁陈姓驾驶停车要买东西 却疑似误踩成油门 不是开车闯进店内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有网友戏称驾驶 只像是把超商当成自家车库 真的是把全家当成你家了 而在宜兰也发生惊险事故 货车黑夜中行驶 疑似精神恍惚 直接撞上桥墩 从外线切到内线的时候 那边刚好车子过来 它也闪避不及 事发26号凌晨1点32岁 张姓驾驶开车自撞宜兰投城大桥前的桥墩 几辆货车卡在上头 车头毁损严重 幸好驾驶一次轻触只有差错伤 而远景货报到场进行交通疏导 并请脱掉车协助清除 附近民众则说投城大桥下 因为分道线很狭小 驾驶常常反应不及时常发生车祸 不过详细造势原因 还有带警方调查厘清 简南投宜兰综合报道